Lio聊世紀 天天榮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也是公寓杯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藍幫選擇的文明是中國人 中國人在這次改版城鎮中心的房屋人口 來到15人口 在這場比賽裡面 村民開局是十一村 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十一村 十一村開局支援上也是比較多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村民可以按的非常非常的多 中國這邊的開局 由於村民數比較多 會領先三村 所以一開始就是十五村對十二村 那也是中國在賽事裡 會比較有明顯的優勢 但是他一開始肉類會少200 所以肉類會斷的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這裡還是要趕快去採豬肉吃 把這個肉類穩定了 不斷村 然後趕快去伐木 把自己的第一艘漁船趕快按出來 那這張地圖是四軍模式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有這個國王 那四軍模式的國王 一開始都是要去外面 幫忙看一下地圖 看哪裡有這個迷霧地圖需要去看一下 但要特別小心 撞到對方的城堡 因為這張圖是有城堡的 所以如果你國王撞到城堡下方 可能被吃個兩巴或三巴箭死 可能就會死去而已 是不定 所以國王的部分 海燒要特別小心 不要去探到敵人的城牆位置 就是可能邊邊走一下 太靠近是危險 那這張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雙內湖開局 兩邊都是一個湖 而且都是互相可以通往敵方陣營的 這個湖 那下面有個小池塘 池塘中間還有三個聖物 那上升物能夠拿下來的話 經濟加持也是不錯的 好 那開局兩邊呢 波斯跟中國 都是選擇了一個捕魚方式 那通常不捕魚的都下去了 所以如果打海戰的話 大家盡量還是選捕魚 有一些優勢的文明 那波斯這個文明 其實也算是一個海陸複合圖 蠻厲害的文明 那最主要是因為 波斯人的碼頭工作效率很好 不管他是要出漁船還是戰船 都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可以升級的更快 還有這個出戰艦的速度更快一些 魚船補的速度也很快 而且他的經濟加成 黑暗時代開始就有了 這個效果讓波斯人的經濟 都可以領先一個檔次 但是中國這邊有 村民的山村開局優勢 所以讓波斯的經濟加成 前期並不是那麼明顯 哇結果波斯 這邊直接手刃一隻村民啊 哇讓中國這邊村民優勢 減少了一隻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那沒有關係 中國這邊還是繼續補下了更多的漁船 右邊這裡也是 這裡面我們繼續補了嗎 欸不補漁船 OK 這邊是補了兩個碼頭 一個再出火戰船 中國這邊的配置 有點像是要直層 那這個直層 經濟配置又怪怪的 可能要按個三村喔 才可以升上去 並不是我們常見的 一升上去 什麼24加2啊 或23加2 這種打法 可能按到三隻村民喔 才可以升城堡時代喔 甚至 太野可能沒有要升了 這個火戰船也按下去了 這個配置有點奇妙 原生時代稍微慢了一點點 那卡布奇這邊是升蠻快的 剛剛18吋還是19吋 就點一下封建時代的升級 那是一個極限配置的部分 好這邊看到敵方城堡 那目前卡布奇的國王 還在野外繞來繞去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國王探的地圖 已經探多少了 好看一下 欸點不到他 OK點到了 好看到這個國王的視野 探圖已經探蠻明確喔 下方探的差不多 只是他敵人的資源的配置 還不是非常了解 裡面的部分 但是他外面這邊 都已經偵查到重點 他的野礦啊 野石啊在哪裡 他大概知道就好 這個也是 大家玩阿拉伯的時候 要特別去注意敵人的經濟配置 這個經濟的資源在哪裡 職業高手嘛 他們都會比較注重這些 重要資源點的位置 前期只要獲取這些資訊 你中後期就知道該往哪個地方打 可以讓對方非常難受 中國這邊的海戰優勢呢 是自爆船的血量比較多喔 自爆成功的機率會更大一點點 這邊是沒有打算要放棄這個湖喔 我是有按了一些漁船 不是漁船 這個火戰船加上自爆船 還是想要搬回一層 好那這邊自爆船炸上面喔 這邊有點貼近 欸但是又分開了 哇 卡布奇真的是細節有拉好拉滿 好OK 決定要放兩艘自爆船 OK 被迫被打了出來 自爆船炸個一下 炸到三艘 這波炸的還不錯 全部殘血 好 但第二艘自爆船要出來了 這邊炸一下 兩邊都殘血了 大概還有25% 20% OK 炸一下 哇 直接炸掉兩艘 好 最後還是有波斯拿下右邊的海域勝率 但中國在左邊的海戰 並沒有失利 反而是有點開始在進攻的樣子 但卡布奇是有拉了一村過來想要修理戰艦 這邊火戰船應該是可以修的回來 剩兩滴 欸那修這邊這台剩一滴 一滴修回來 從鬼門關 救了回來 這艘戰艦 魚船的部分 只出了三艘魚船 算是偏少的 戰場我會比較推薦出四到六艘 那如果你是要出到八艘的話 可能就是你不打海 讓隊友去打海之類的 不管而言 這個海戰的優勢 是一定要拿下來的 能補魚的時候 盡量補 不能補魚的時候 有魚船就別出了 專心打陸地了 不然就是要趕快打海戰 把這個海戰優勢拿回來 這去補魚船 好那中國這邊是補了一個 自爆船 還有兩艘火戰船 繼續補上來 也是拿了一隻村民過來修理 但敵軍的戰艦已經過來 這一艘戰艦會有點危險 自爆船過來炸了一波可以 水啦 就是這樣炸 OK龍老師這波打得很不錯 這邊點下了城堡師帶升級 血量拉滿的火戰船過去解一下 下方的碼頭已經放棄打海戰了 那這邊放棄打海的話 下面這一坨魚群 會讓波士的經濟非常好 總共快有一千 大概是兩千多肉吧 印象中 喊這個小魚群是兩千肉沒錯 兩千多一點點 COPCHE這邊又按了一艘自爆船 炸到了 趕快回頭打一下 龍老師似乎沒有發現自己被炸了 反應慢了一下下 如果提早拉走的話 可能那一艘戰艦不會被燒掉 當然城堡師帶升級 是由龍老師這邊獲得領先的 右邊 把國王城堡放在這裡 龍老師反而是放在最前線 這事物在告訴對手 欸打我啊 這種感覺 之前我們在頻道上 有看到龍老師 這種跟黑了啊 開局就打 打我啊 甚至龍老師比較調皮的地方 那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遊戲模式的 稍微嘴炮一下 補傷大雅 遊戲好玩就好 OK後方有五艘戰艦 過來看一下 過來補一下傷害 這裡陣型不太好 而且這邊已經看到敵方已經升到了城堡賽 先把戰艦拉走 避免被對方打出一個升級優勢 OK升級上去 這邊升級還有8秒 好 4 3 2 1 升級好回頭 這包船這邊炸一下 OMG 哇這邊又炸了一發 兩邊戰艦都只剩下兩艘 這個沒有先收掉殘血的戰艦 有點可惜 最後兩艘戰艦殘血的回家了 那中國這邊是有轉出肉馬 去稍微探查一下 三寶斯帶來補下了一個碼頭 這個碼舅 先去探圖想要來撿生物 那基本上這張圖 確實可以當作競技場來打 我覺得問題不大 那可以拿下這個湖的海域優勢 就可以把這個碼頭的 聖物全部撿走 這個撿生物的優先權 好通過補下輪軸技術 體善一下自己的經濟加成 那到了這個時間點 波斯的經濟就會比中國還要好 雖然中國前期的村民有開局優勢 但是到了城堡師帶來的波斯 工作效率實在太好了 城鎮中心產村民的速度非常快 波斯這邊即使有一分鐘的城鎮中心的閒置 但是卻沒有輸給對手的村民數 這邊村民數還甚至領先快要10村 這10村的經濟優勢會一直擴大下去 這也是我一直常說的 世紀帝國就是一個滾雪球的遊戲 其實很多RTS遊戲都是這樣子 也不是只有世紀帝國 但我覺得世紀帝國的滾雪球 更是更誇張的那種 可能比一些什麼星海爭霸 或者是一些遊戲來說 可能這個會更明顯一點 這邊水球繼續滾 上面把這個圍牆圍好 想要把這個下方的區域全部顧好 那中國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中國聯奴 中國聯奴對上波斯 波斯最好的方法就是轉出薩瓦爾騎兵 那薩瓦爾騎兵是打工兵單位 有外增上效果 而且遠距離防禦多加一點 但是遊俠是比遊俠少了15滴血 薩瓦爾騎兵 但打這個工兵單位 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就算跟遊俠對打 他也不會太落後 好像攻擊速度比遊俠快個0.1的關係 所以他並沒有輸給遊俠 所以薩瓦爾這個單位算是很強大的 而且升級速度也蠻快的 雖然這次改版稍微延長了他的升級時間 好像多了10秒鐘吧 但造價升級是比遊俠還要便宜的 中國這邊是點下了二級射跟手推車 地用士帶好1分半左右 那波斯這邊也是1分半喔 中國這邊開始動作了 全部動員 往前蓋城堡 好 這裡沒有帶到血 這個老頭 躲了非常多的箭矢 還是南逃劍雨之下 被劍雨給射掉了 右邊的一個修道院 撞到了對方的趣喉 再砍這個修道院 好 兩邊看是在築城了 哇 結果自己的騎士被招降掉了 外帶一隻騎士回家 海戰部分兩邊並沒有繼續大打出手 而是打完這個什麼 劍好就收 沒有想要繼續爭取這個海戰的優勢 因為這個海的魚 吃完就沒有了 還要自己撒魚啊 還不如撒農田經濟會再更好一點 這個就是我覺得二代比四代比較優秀一點 四代丟失海帶 優勢就會非常的慘 四代的魚實在是太香了 二代的魚群喔 有些比賽地圖魚就會 影響沒那麼嚴重 當然還是喔 有這個魚群的優勢喔 經濟還是會更好一點 是無庸置疑的 但影響程度不會像四代這麼誇張就是了 波斯這邊補下了重裝騎士跟三騎的馬凱 果然是要打薩瓦爾嘛 但經濟部分還不能點薩瓦爾 薩瓦爾這邊卡在農一段時間 中國蓮魯的強勢還是繼續往前當中 中國這邊也是預防薩瓦爾出來 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這波騎士好像要上了 騎士往前 但血量掉的蠻快的喔 竟然有三級的馬凱 但是後方也有槍兵過來 而且後方也有三隻老頭 在招降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遇到了工兵停了下來 前方還要處理一些駱駝 這一波打下去 前方城堡居然沒有蓋好 直接被拆掉了 龍老師的城堡直接在前方爆開 欸這是龍老師的嗎 回頭看一下 應該是龍老師的殘寶沒錯 我剛剛想說奇怪 欸如果是龍老師蓋的話 他的村民怎麼不見了 原來是被重裝騎士給收掉了 OK 這一波呢 是龍老師的城堡 被打掉 來不及取消 波斯這邊是繼續出更多的重裝騎士 是往前送喔 但是龍老師這邊的槍兵已經升級上去了 那繼續往前的話 可能會越換越虧喔 但至少現在城堡並沒有 讓對方繼續壓在臉上了 把對方給逼退了 波斯往下進攻 進來正面不行 那我們就往下 打你的經濟的 經濟空地 波斯直接在中間 蓋了一個採礦地 想要來拖蓋野礦 這邊開了一個洞 龍老師往右打 那一進去就會看到城堡喔 這個城堡應該是可以蓋得起來 還有25% 30% 10% 即將蓋好 但龍老師似乎沒有發現 直接走到了黃金地方 還是他是故意的呢 哇看起來是故意的喔 蛤 原來不是故意的嗎 看到城堡直接掉頭就走 來這邊射一下嗎 OK 左邊的東方鐵士已經接了過來 倉兵也是慢慢往上補 後方的一台巨頭時機 被巨頭給反制回去 那中國到了地中 實在這個時期 就會很尷尬 對方是有火炮文明的時候 巨頭時機 就很難去反制回去了 那對方有火炮的優勢 打巨頭 壓力會再更小一點 開一套 那拉個分不出來修一下呢 自己的巨頭被反制 哇 中了 這個巨頭時機相當準 直接把火炮給收掉 正前方的中國烈弩還在反擊 東方騎士回去 因為東方騎士的血量路電纏 大量槍壁往前 好 他不許趁亂的時候 把生物全部撿了起來 上面的虎的生物已經全部拿到了 東方這時候補下了中國烈弩的升級 直接手撕前方的巨頭時機 巨頭時機受到大量的箭矢傷害 還是被射掉了 後方展出了一些火槍 是想要來解決這些的疾兵的部分 這裡控兵好像沒有控好 撞到了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還好 COPCHY博斯是沒有點下彈道學的 這邊生物全部撿乾淨了 全部放到了修道院裡 這邊修道院生物總共是四個生物 中國這邊則是三生物 少了對手一個 好 炸了一發 差點就炸到了 發現自己的巨頭還是被反射回去 火槍不能跟弓兵對手 會有點虧 主要是弓兵射速更快一點 那後方還有火炮 對對方的中國烈弩壓力很大 哇 結果兩炮直接點掉了 這台劇情投資機 波斯慢慢把自己的優勢打了出來 中國點下了金冠技術 火箭 火箭技術點完之後 這個中國烈弩的傷害會再多加兩點 傷害變成8加6 而且弩炮也會增加傷害 那這個情況下 波斯轉弩炮也不是很好的一個選項 對上波斯轉薩瓦爾 這個打法還是要配上大量槍兵 還有自己的老頭啊 或者是可以找個機會 轉這個 這個肉馬 去後面鬧了一波 但現在經濟有點不太允許 這個沒什麼支援固扯 那我覺得現在轉弱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怎麼突破對方的前線火炮陣 這個打法是中國比較難解決的一個策略 遇到火炮的情況下 中國是很難轉出中型頭齒機反制的 不要說弩炮喔 連中頭都很難出 結果火炮的情況下 頭齒車跟弩炮依舊是被壓制住的 直接壓制過來 火炮拆城堡速度很快 哇 最後城堡還是守不住 龍老師的城堡前線掉了一個 薩娃這邊升級當中還需要兩分鐘 其次的數量來到了21隻 現在使用火槍先行壓制 龍龍蓮盧上前射個一發 射掉了幾隻火槍兵 但是火炮過來打個一炮 還好沒有打到任何人 四台火炮繼續往前給壓制 波斯這邊的火槍陣壓力非常好 我發現自從波斯改版之後 波斯弓兵這個科技變少人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大家還是注重於薩瓦爾 跟出波斯戰相 波斯弓兵的存在感 有下降的趨勢 波斯弓兵只要銀貫點下之後 就可以讓弓兵不需要黃金 就可以生產弓兵 這個情況 我覺得火槍是大於波斯弓兵的 畢竟幾兵呢 是步兵單位 火槍射步兵 是有外增傷10滴血的 波斯這邊三公里補下 薩瓦爾終於升級上去 這邊肉馬要轉出來轉得很好 果然還是要轉一些肉馬 轉肉馬的好處就是抓工程器 會比較方便一點 自己的損失會沒有那麼的巨大的感覺 那對方火炮少的話 就可以開始反制回去喔 對方的火槍兵了 好 果然火槍這邊倒的速度也很快 但薩瓦爾這一波要衝過來 槍兵往前 槍兵往前 火槍也不敢繼續往前 因為後面還有中國連弩 而且已經非常監禁敵方城堡了 這一波攻城戰能不能拿下呢 肉馬開始亂鬧囉 好 好 槍波斯三級攻補好了 也補下肉馬升級 波斯本身也是有大肉馬升級的文明喔 沒有黃金的話也可以轉一些大肉馬 訓破防燒喔 好 火槍這邊直接撞到了大量槍兵 槍兵直接死在了這些火槍上 哇 火槍直接擊殺掉了51隻單位 呃 太賺了 後面老頭呢 在後方繼續補血 好 卡布奇這一波 稍微撞到了城堡 審視了一些火槍 火槍配薩瓦爾 這個打法確實對於中國來說非常難受 而且後方還有火炮 工程器也不好出來 唉唷 又打到了一發 中國連弩 太貼近了 火炮還在poke當中 血量只剩下三分之二而已 三分之一的血量都被火炮打掉了 波斯轉出了衝車 波斯也是有大衝車的文明喔 這就是為什麼波斯也是我很推薦大家去練的 在改版前我就一直說波斯這個文明 很適合大家去練血 基本上全部都能打 除了這個常見兵步兵不太行 不太行以外 騎兵跟工兵都能練習到的 這裡直接收掉了左邊的巨頭司機 轉出肉馬的中國 開始機動性好了起來 但是後方城堡還是被擊殺掉了 左邊的修道院 趕快要去搬到後面 看要不要再去後面補個修道院 把這個生物往後搬 目前波斯要打贏這個局面 不是不是喔 中國要打贏這個局面是非常困難的 只有一種可能性喔 就是卡布奇帶雷 把自己的阻力全部送光 薩瓦爾也全部送光才有機會 那這一波看起來中國連弩 被薩瓦爾給貼了回去 這邊槍兵要繼續補 抓到了一些薩瓦爾的血量 這波壓了進來 薩瓦爾再繼續往前補 沒有想要挺了 這一波是要往實力打 左邊的修道院 三生物又要再次打噴了 波斯這個紋影真的是 有點厲害 哇感覺中國 給個火炮會比較好 希望下次微軟喔 可以給中國火炮稍微加強一下 或許可以不用給火槍 但給個火炮我覺得應該是不過分的 不給火炮的話 每次中國遇到這種有火炮的文明 真的是超級難打 還是其實中國 可以讓他捨棄大衝車換火炮 好像更好一點 從我這邊開始有點夾不太住了喔 雖然槍兵跟中國連弩一直都有在輸出 那後方的火槍陣 控的實在是太好 這邊已經擊殺到100隻的單位了 波斯火槍陣 這邊開了一個孔進去 想直接射掉後面的火炮 但是沒有機會 這裡中國並沒有機動性單位 沒有辦法抓掉後方火炮 剛剛火炮有點落單喔 但很可惜 龍老師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最後波斯使用薩瓦爾 配上大量的火槍 擊殺掉了中國大量的槍兵 跟中國連弩 後方的火炮也是打到非常多的單位 射程優勢還是太有效果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波斯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贏了大概快要14000的資源 那聖物是拿4聖物 兩邊的聖物只差了一個聖物的黃金量 軍事的方面則是拿到2.42的KD 龍老師只有0.41 就知道中國這個文明 後期真的是很容易被壓著打 沒火箱沒火炮 只能用一些冷兵器去做處理 機動性部隊肉馬也沒有大肉馬 所以打起來還是稍微弱了一些 但中國它的優點就是前期的經濟很好 所以我的龍老師如果打一個後期開龍路線的話 似乎並不是那麼的優勢 尤其是就是對到波斯這個文明的情況 顯得有點無力的感覺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